好嘞 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差异化教学 差异化教学就是说 我能不能在课堂上 有我的chatbot 就是我的机器人 然后能够做差异化教学 我能不能在课堂上 有让学生使用AI机器人 来去辅助我教学 能够在学生不懂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些AI的工具 来去足他刚刚没弄懂的部分 是我一个班里面 做差异化教学 我有不同的进度 那我能不能有一些同学 是有AI的这些程式机器人 来协助他去做差异化教学 能不能呢 好 我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原先的问题 可是当然是有限制 限制一样 你要做差异化教学的话 我建议还是着重在 知识理解的层次就好 知识理解层次就好 我比较不倾向 也不鼓励 你做一个机器人 要他去解答 可能一个范围内的问题 但是范围内的问题 可能会牵涉到应用跟分析 所以如果你有牵涉到应用跟分析的话 我会不建议 为什么 因为数学我们不容许 有任何的幻想跟错误 所以在数学这一科 特别麻烦是因为 你只要一点点错 错就是错 逻辑错也是错 或是AI的话 有可能会幻想 幻想内容也是错 所以我们没办法容许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要做AI的机器人 来协助做差异化教学的时候 不是不行 但我会建议 我们着重在记忆理解层次就好 那我这边有提两个技术 一个技术叫RIG RIG就是检索生成 检索生成的话 我今天没有讲这个理论 我讲白话给你听 简单说就是我给他资料 要先从我的资料里面 先去做一些检索之后 再从这个检索资料去生成内容 给使用者 比较不会出错 注意听比较不会而已 不是不会 会好过你都没有给他资料 你都没有给他资料 他就是由他的训练资料库去给 可是训练资料库去给 训练资料库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那么完备 或那么完整 或是那么精准到你需要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在写数学的机器人 我们通常都要给他资料 是用检索生成的方式 来去建构这机器人 那RFT是昨天才发布的 那个明年我们提供RFT RFT就是他让你可以训练 你自己专属领域的机器 那这个又比RAG检索生成更厉害 我觉得我们之后数学的 机器人跟小助手会助教 就要由这个RFT去训练 就是我们给他资料 资料资料的本质 他就拥有这些训练资料 他就可以专门的针对 我们给他资料 然后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资料 成为国中数学术语量领域的专家 好明年这个RFT出来之后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 可是OpenAI今天发一个新功能之后 大家这些钱都白杂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现在这个AI时代就是这么的竞争 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研发一个东西 你可能花了很多钱去研发一个系统 今天OpenAI站出来说 来我们给一个什么功能 然后今天Google Gemini出来说 我们给一个什么功能 然后Cloud出来说 我们又给一个什么功能 所有东西都全部翻盘 因为现在AI还没有到达它的上限 它还有很大的空间 在还没有到上限之前 什么事都有可能 你现在投资的任何的东西 很有可能在三个月之后 通通都是白做工 就是这么的竞争 你可以给定你的专属的资料 去训练你特定领域的机器人 这个效果比检索生成还要好 非常的多 明年这个IPT出来 我觉得会有一番天翻地覆的话 我觉得我们数学的小助手会有大精华 我觉得数学的助教这件事 可能可以得到解决 目前能够做到有限 我把目前可以做到的给大家看 好不好 首先你必须要给它检索资料 那检索资料的话 哪里还记得吗 我之前讲过检索资料 我们在设计机器的时候 我们尽量以知识理解层次就好了 所以你给定知识理解层次的检索资料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我们的 我们政府的辅助学习网 我觉得里面的资料非常好 你们在教学资源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教材的地方 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相当好 大家要做机器人就来这边拿资料 来数学科这边 然后下面的话 国小的也有 各位国小老师 你也可以来这边拿 教大家 比如说七年级 来你看所有学习内容指标 单格的 他全部做好了 在这边 这个就是最棒的检索资料 大家来这边拿 比如说你喜欢第一个 N71-1 植树与核数 比如像这个 你就把这个下载下来 这是最好的检索资料 大家来这边 好 打开来之后会是怎样 像我这样 来大家看一下 他里面的资料就是关于N7 植树与核数 他里面这些资料 就是你关于植树与核数 他每一个 每一个学习表现 他要学什么东西 他上面都有资料 里面有提供教材内容说明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教材内容说明都很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他有提供的范例 范例就是你要判断哪些是植树核数 所以你从这边来拿这个资料 那我觉得他非常完整 来接下来在机器人里面 你可以去做这个机器人 我的GPT 比如说像这个 NN7 NC7 之一之一 植核数的 像这里 然后编辑GPT 那你就去做名称给他 然后指令的话 指令大家可以看 好优先参考我给定的资料 所以下面就 我上传这个NC7之一之一 植核数与核数的学习表现 的资料给他 然后这里的话我就跟他讲说 你是一个国中老师 这个对象是 学习成就需要加强的国中学生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着重在记忆理解层次 所以教导学会各项学习表现 按照给定的资料逐一教导 然后用引导的方式 让学生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以简答题或选择题为主 至少三个问题才进行下一项 然后回答正确要给鼓励跟肯定 错误的时候要耐心引导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全部学习完毕的话 就给他回馈说 恭喜你一定掌握了 这个基本知识 那最后的话 如果他偏离课程内容的话 要把他导正回来 像这样 所以我们就预览一下 像这样 那GPT做出来的 GPT做出来的品质很高 这品质很好 对 检视GPT 像这样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那个对话 对话器 好 我准备好开始学习 所以你看他就会像这样 他就会告诉我植数的定义是什么 核数的定义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他就问我问题 像这样 哪些是植数 做正确的选项 像这样 所以哪些植数 这边是AC 好 答对了 你看 然后还继续加油下一题 如果我故意答错 我看我故意答错 看他怎样 你看另外12也是核数 我们就是给他检索资料 然后用我刚刚提供的提示词 类似的提示词 然后去给学生 那你上课的时候怎么用呢 你可以把这个机器人给学生 比如说我们像Mage School 或是Ed Cafe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想要试试看 我用Ed Cafe给大家看 你上课你怎么操作 我先设定好这机器人之后 然后我可以当作是课前预习的 课前预习的资料 我也可以说有同学 可能他这个学习表现 他没有很熟 一定是那些 比较需要帮助的学生 你就丢这个机器人给他 让他去做练习 像这样 好 我的Ed Cafe 然后我这边我有写 我有写 国中数学学习表现 那我把这个机器人给大家试试看 Lunch copy link 好 那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给这个这机器人 像Magic School或者是Ed Cafe 市面上有一些AI的软体 它是可以客制化这些所谓的 AI学习机器人 然后你可以不用登录就作答 所以各位你们用我的连结 你可以不用登录就作答 然后你在你作答的过程 我后台都看得到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后台 看到吗 像我们这边有个Lin 然后Lin老师就登录了 有没有看到 像这样 所以你可以事先派发给学生当功课 你也可以在课堂上使用 当然我还是要再三强调 我会建议 我们的机器人着重在我们单个学习目标 或者是两个到三个学习目标 里面记忆理解 因为你通常学习目标的话 我们就是到记忆理解层次就好了 就好了 我觉得用这样方式来去协助那些 可能需要辅助学习 或者是不就教学 或者是可能比较落后的学生 或者是当作是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 我觉得都相当的好 然后比如说像这里的话 Lin老师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感谢Lin老师 你看这个Lin老师 他刚刚跟AI作答的资料 我的后台我全部都看得到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AI在课堂上操作的话 目前可行的方案是这样 这是目前可行的方案 学生不用登录 然后这个机器人被我设定在 他只在单一个学习表现 然后记忆理解程度的机器人 我大概就只会放在这个地方 来去做使用 目前 我不会去做应用跟分析的部分 如果说有出现任何的幻想 或是错误的话 我觉得在数学这些科系不太好 然后再来我也比较没有办法去控制 所以目前我觉得可以做到的部分 是到这个地方 那RFT明年出来的时候 看看吧 专位几何阶级和 而训练的AI模型已经有了 只是目前还没有开放给一般人使用 所以已经有了 所以可能以后会有一个什么的 比如说什么 某个领域的AI机器人 我觉得这件事是一定会有的 那只是以现在目前通用的AI来说 它的数学能力真的 还没有到达在课堂上可用 然后再来就是 针对教学目标客制化的学习助教AI 像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件事 那我觉得可以更好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 在应用分析的部分 它可能还没办法回答到那么好 那也许之后能力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着重在这两个点 那学习的全面革新可以期待 这一天迟早会到 你我将共同见 其实现在更新的很快 真的更新很快 我们的技术发展很 不管是AI教科书 或者是这些新的语言模型 或者是我们可以训练 给训练资料的专门领域的机器人 都一直不断的在发展 都非常的快速 我觉得这一天迟早会到 而且很快很快就会到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 就是以目前能做到我们就做 然后目前做不到 没关系我们就观望 因为这个技术一直在发展 我觉得它总有一天会做到我们期望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的学习目标 学习表现是跟我们现在AI的发展 其实是不适用的 怎么讲 因为未来的 未来应该是新的课纲 不管是AI教科书或是新的课纲 应该是会全面改写 我们有了AI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上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该不会着重在知识理解的部分 因为知识理解的部分 AI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应该着重的是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阶段的课纲 我们现阶段的课程内容 是跟我们现在 未来发展的AI工具是格格不入的 我觉得我们的课纲 我们的课程的内容 我们的教科书 应该会要全面改版 全面改写 那当有AI工具之后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用新的工具 然后用在我们现在旧的教学上面 因为现在旧的教学上面就是 知识理解的部分 AI都可以处理 可是我们现在课堂上大部分 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教知识理解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应该说 我们以后AI工具发展成熟了 课堂上知识理解的部分 应该是交给AI去处理就好了 我们老师应该有其他的角色才对 我觉得未来 我看的方向是这样 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去走 现阶段的课程内容 学习目标应该都会 跟 未来应该都会跟现在很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下来见